逃不起我们是个穷人吗 你也不看看你那个样 你自己本来就是个穷人 还整天端了个架子 你出什么暴发户啊 你说这暴发户呢 你说 一 家里最高领导人 永远是老婆大人 第二领导人 依旧是老婆大人 我只是老婆大人的企务员 婚后绝对服从老婆大人的管理 另行禁止 叫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叫我睡地下 我绝不往床上爬 二 老婆大人说的永远都是正确的 不正确的也是正确的 当然老婆大人 永远没有不正确的时候 三 原则上 家里大事都是老婆说了算 小事 我可以自己做的 但是 婚姻生活中永远没有小事 四 做到三子原则 一 伺候岳母做孝子 二 干活像驴子 三 吃饭像蚊子 好 成诺书宣读完毕 现在新郎签字确认 这 这 红鬼呢 谁信呢 这卖身妾都签了 你还有什么不信呢 谁信呢 康丽他妈 你能不能讲点卫生啊 博士他妈 你这博什么意思 什么卫生不卫生的 我给你丢脸了吗 你能不能别把那筷子 放在嘴里憋着呀 你说你弄得满桌的 都是你的口水 你还让不着你吃啊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吃了 我扎把筷子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啊 这酒席我们家出了一半的钱 康丽他妈 我有说不让你吃吗 我是说让你讲点卫生 你说你这样 你恶心不恶心啊你 你说谁恶心啊 我就说你恶心了 等着吧 你恶心了还不让人说啊你 杜春美 你每次见了我 你就阴阳怪气的 你咋了 你这不是瞧不起 我们是个穷人吗 你也不看看你那个样 你自己本来就是个穷人 还整天端了个架子 你抽什么爆发户啊你 你说这爆发户呢 杜春美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你 端架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你们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华健国 你说谁不要脸 你把话说清楚 谁不要脸 我不要脸了吗 我是偷汉子了 我是偷别人钱财了 你把话说清楚 谁不要脸了 行啊别吵了 吵够了没有啊 是我在吵吗 是他们在吵 老公身套还有吗 我帮你看看 哎呀这这这这这 我上老公呢 哎呀 太反光了 实在是看不知途啊 看不出事了 出事了 出事了 帮你爸妈 我怕这爸爸吵起来了 我没开玩笑出去啊 妈 慢点慢点慢点 你们 你们就别在这儿丢人了 好不好啊 我丢什么人呐 我有什么好丢人呐 妈 你别闹了 我闹 是我在闹吗 我有什么错 我到底错在哪儿了 我生什么女儿啊 我为什么要大云嫁给她 你说 我儿子就怎么 配不上你闺女了 妈 妈 你别闹了 儿子 我 我这是造的什么孽眼 我怎么能给 盛总的坚持倾向我 妈 今天是我结婚 您别再闹了 儿子 你 你是个不孝顺的孩子 我 我生你养你容易吗 我 你不像你妈说话 也就罢了 你还收拾这么多的人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对你妈妈大胜的好啊 闭嘴 何小姐 你给我闭嘴 你坐下 坐下 胖有才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 人家欺负你老婆 你都不敢怀疑去嘴 你真是骗你也有本事骂你老婆 我 我 我怎么嫁你这么个窝囊废物 华智 你瞎了眼的你 你为什么就不听你妈的话呢你 你说要嫁给这种人 这倒好 这还没进门呢 这妈还没抓过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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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您了 今天是我结婚呢 娘 娘 有什么用啊 求了媳妇忘了娘 行了行了 你还想丢人丢的不够 我跟你丢什么人了吗 你老婆被人家欺负 你连一个屁你都不敢放 我 你回来 你回来给我耍的什么威妇啊你 你有种 你把你儿子抢回来你 我告诉你啊 这门婚事 我不同意 你别乱走 别走泥了 等等我 儿子 我 我跟你妈先回去 你妈呀 就是这个脾气 过过就好了 往后 你跟花枝 好好过日子 跟她父母搞好关系 啊 过两天 等你妈消消气 给家里打个电话 劝劝你妈 你爸爸没能的 叫你受委屈了 妈 全是我的错 你别让自己身体惩罚我呀 老杜 你看 当初你要听我的 事情哪能到这种地步啊 赵阿姨 你能不给我们家添乱吗 你自己找的对象 你没有眼光 给你妈气的这样 你现在你又赖上我了 你给我出去 我们家不欢迎你 而且以后也不欢迎你 你还等我愿意来呢 你跟我走 你有能的别离婚啊 别让我看笑话啊 滚啊 宫瘴 我儿子 你生什么女儿啊 我为什么要带你嫁给她 我不同意 倒梯 快让人要往脸上涂口水 我生什么女儿啊 我为什么要带你嫁给她 我为什么要带你嫁给她 我不同意 花枝他妈我也不太喜欢 哪有这么坚酸刻薄的 不话说 这老黄你妈 也挺能做的 大侠 咱就不往这方面说 咱们大伙都想想办法 把老黄把这关给杜 我觉得大侠说的是实话 我可真没想到 花枝这么好的一个人 他妈怎么就这副德行呢 你们俩以后这日子 可怎么过呀 他以后呢 现在都过不去了 我真是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结婚 故意为脑子 真是被吕也提 老黄 你千万别气馁 这婚姻呢 本来就不是一加一等二 它是零点五加零点五等一 是什么呢 就是双方各消息一半 自己的缺点还有个性 然后组合在一起 它才完整 这里面啊 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还有双方的复杂 哎呀 搞得像个婚恋专家似的 我这看众看待了 为咱们俩将来做准备 钱 说白了就是钱 你让老黄嘎嘎一百万 扔到花枝她妈面前 你看她妈笑不笑 就是 没钱还真借了 就算是借什么 也还是会生不死的 不会吧 怎么会这样呢 咱非有点头脑的父母 都不会在自己儿女的婚礼上吵架呀 这让孩子以后怎么做人呢 说的就是啊 这俩妈 头上顶个链 肚子里面装得全然炸药 一点就着 哎呀 这不是说结婚以后 要住到她娘家去吗 是啊 这老公以后的日子难过喽 要我说呀 他俩想安安心心的 把这辈子过完就得 赶紧挣钱 赶紧买房 赶紧搬出来住 妈 爸 以后五二结婚 你们可少参谎我的事啊 你看你妈是这种素质的人吗 那你爸倒是不见得 我怎么了 我是高级知识分子 想说政府津贴的 你说以后该怎么活啊 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用心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别跟自己较劲 也别在乎别人的想法 幸福实际特别简单了 你现在衣服能折体吧 饭有的吃吧 床内屋就有一张 有的睡吧 这些你全都具备了 你就已经很幸福了 你现在跟花枝的事情呢 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木已成舟 你就让它顺其自然 只要你们两口子 在一块生活 把这日子过好了 过开心了 过精彩了 别人愿意怎么说 你就让它怎么说 很简单吗 不是 你这一笑很诡异啊 哎呀 我就是觉得 你这没结过棍子 说这话也透透湿湿湿了 哎呗 问点事 你身上还有真的东西吗 什么 我说你身上还有真的东西吗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是吧 那我就告诉你 你的身上的鼻子是鸽子吧 鼻子是垫的吧 下腹是垫的吧 脸磨过了 胸是垫的 腰抄了指 屁股垫的 这腿 有可能做了牵引 我说除了这些 种种种种种之外 你身上还有什么真的东西 这是一种时尚 懂吗 现在真的都是假的 假的它也都是真的 是什么论调 你不在乎无所谓是不是 这太正常了 但是 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不是 我就不明白 现在很多像这样的女孩子 没事就在茶餐厅咖啡厅出现去吧 小李拿着个iPhone 旁边放了一个假的LV包包 抽着小印 操着港版的普通话 在那扯战 都扯些什么呢 扯的就是今天他嫁给他了 明天他嫁给他了 我怎么也得嫁个富三代吧 或者说 谁买什么车了 谁买爱马仕包包了 谁去哪儿度驾 扯完这些闲蛋 出了门 打了滴 跟迪哥就说 迪哥 我们去地铁站 这有意思吗 这有意思吗 这就是你要的生活呀 我发现 你还了解的挺透彻的嘛 但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追求的是真正的爱情 我请问你 你真正的爱情有多值啊 穿墨的吧 邓免智 你有劲吗 从你妈一开始对我冷嘲热讽 到你现在又酿怪气的 这陈叔看我不顺眼的呀 你不确定是没用的 谁看你不顺眼 我说的是 现在有很多人活得很虚伪 很假 不是有很多人活得很真实 你不像旁边 所以呀 你不顺眼 生活不就是有时候 要学会自欺欺人吗 但是我说 你不顺眼 那些贴家 怎么办 啊 现在刚才一个人用了 就是锋链子 但是我改变了 我觉得锋链子 是不是 当然了 那你们现在 这个小链子 那就是锋链子 对了 她刚好出国了 所以就留给我开一下呗 那就好理解了 艾美 你是不是把花痴的事 发到微博上了 怎么了 我觉得不太好 看起来有点 幸灾乐祸的样子 我哪有幸灾乐祸 反正人家看了 肯定会误会的 赶紧删了吧 行 我删 删了 行了吧